2012海峽兩岸棒球隊抗賽 快打囉 台北市 四川省 合作金庫 江蘇省 京北市 廣東省 台灣電力 電電視 2012海峽兩岸棒球隊抗賽 就在超市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群女跟我講過 就剛剛說 菁儀說吃麻油雞 那有時候是什麼 它裡面 我們說外面要保濕 它裡面彈性會變好 它是有部分的效果 可是如果你身體是屬於那種燥熱的 我跟你講 那你就發現 本來只是這樣練一小 到晚上練更加熱 所以這個部分 它跟你的身體的彈跟濕 還有跟你的燥是有關係的 所以這個部分 可能還是要非常 比較保持 跟氣血有關嗎 有關係 所以我會覺得說 可能邱向老師 會就是再來 我們再交流一下 我會覺得 豆漿牛奶這個方面 可以幫你這個部分 有一點滋潤的效果 可是又不會太早 豆漿牛奶 對 豆漿牛奶很好 很好 那個像白木耳豆漿也很好 這個都是非常滋潤的 白木耳加豆漿 白木耳你把它就是 煮到軟的時候 你用那個伊拉轉 還是用那個果汁 你自己稍微觸打一下 你把那個豆漿煮好的時候 你再把它丟進去 超好吃耶 真的 好奇特 加紅蜜 加紅蜜很好 真的 那個白木耳你就把它處理好了 你放冷凍庫 你豆漿隨時要吃 邱向老師做得特別好吃 我們自己在家做可不可以做 我們自己在家做可不可以做 我們自己在家做可不可以 對 白木耳的膠原蛋白 對不對 白木耳的膠原蛋白有很多 對啊 非常好的東西 那還有什麼是可以改善我們 譬如說氣血不順 我們可以補腔的 沒有 像這個 譬如說你可能就是 因為你的一個濕氣 因為你的脂肪太多 囤積在體內的這一種 那我們會吃一些像一些 立濕的東西 像藝人在中醫裡面就非常棒 他有立濕氣 然後又有美白的效果 懷孕不能吃喔 對 懷孕不能吃 藝人喔 基本上為什麼說 古書說那個孕婦不能吃 因為他給瀝水 你知道娃娃在肚子裡面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什麼 養分 養水 所以如果你把它養水 太大量的瀝掉以後 他會呼吸困難 就會影響到我們娃娃的什麼 生蜜 妳要夠吃啦 好吃耶 好會煮喔 對啊 好好吃喔 媽媽的味道 媽媽的味道 大力好完整喔 其實這個藝人 就是一般的藝人而已 那如果說像那個 你體質比較虛寒的人 你就可以加一些薑 其實薑加在裡面也很好吃 對 也很好吃 那個味道也很搭的 這是加什麼樣的糖 一般的二砂 就是冰糖 一半冰糖 一半二砂 一半一半 那我自己在家裡 我是先把它拿起來 我自己要吃的時候 我就加蜜蜜 很不公平對不對 對啊 不看妳們弄這樣 沒有 因為妳們 妳們沒有肥胖文 沒有肥胖文 沒有肥胖文 我們隨意走 就像那個 就是一方面幫妳解讀啦 那把那些多餘的一些 那個脂肪 把它稍微的排掉這樣子 妳的藝人跟綠豆煮 之前要先泡嗎 對啊 我就是那個藝人買回來呢 就是把它洗乾淨了以後 就直接放壓力鍋15分鐘 15分鐘以後呢 你綠豆就加進去 就不要再上壓力蓋了 因為壓力鍋一定有壓力蓋嘛 就直接放進去 你那個綠豆就先洗好 稍微的泡一下水 因為你乾 如果說你沸騰的狀態底下 你把豆子丟進去 它的殼很容易會爆開 所以那些薑就跑掉了 所以你先把那個 藝人不需要泡 因為你要用壓力鍋煮不需要泡 那綠豆我就先稍微泡一下水 就把它 反正你再煮4 5分鐘 你就一樣同時洗 同時洗嘛 分開 就把它加進去再煮10分鐘 就會加糖 就會這麼好吃了 是 然後我不加白砂糖 我會加那個 2號砂糖 是 其實如果說你不在乎 那個顏色的話 如果加那個紅糖也很讚 來 最後還有一個部位 在這裡了 小腳跟還有小拇指 這裡 就是會裂 有時候會乾裂 或者是有時候 剪之類的吧 剪 對 可是我一直覺得 那個應該是 你體重可能要變胖 然後你穿鞋子摩擦力 對 或那個腳皮會變厚會不會 對 就是腳皮變厚了 或者是像秀琴 他說他變胖變重了膝蓋痛 那他可能是腳底 因為太重了 所以剪變多了 就是摩擦吧 會啊 因為我們常穿高分鞋 所以你會不知道說他到底是胖 還是穿高分鞋摩擦 因為有時候我們就是 會去保養腳啊 他會幫我們去去腳皮啊 或去剪啊 這些的 好 對 所以這個部位 到底它會出現什麼症狀 跟別胖是有關聯性的 來 腳掌 小拇指 真的耶 硬剪跟肌眼 肌眼 可是我會比較常是在大拇指 對啊 我們都在大拇指 大拇指下面 肌眼或是 不是 大拇指的那個會比較容易剪 長剪 就是長在那個小拇指下方 然後很硬嘛 然後我一直想把它摳開 然後還拿那種小刀 想把它摳剪這樣 因為我覺得應該會摳得開 因為它就是仔細看是一個皮 像眼睛這樣摳不開 然後到嚴重到去看皮膚科 也是用那種冷凍的 冷凍 好像它三次才沒有 對 而且冷凍其實是不舒服的 對 可是你就必須得 你必須得這樣根治它 可是問題肌眼跟肥胖的關係 真的因為體重嗎 真的因為體重 還有你穿著鞋子 鞋子如果摩擦得太厲害 對 它跟我們講的那個油又不一樣 那個油是 是濾過性病毒引起來的 那怎麼區別呢 一個就是你左右壓它會痛的 一個是上下壓會痛的 那是肌炎 那鹼跟肌炎又有什麼不同呢 鹼是比較大塊的 大塊 面積比較大塊 面積比較大塊的 然後就是比較是厚的 厚的角質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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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辦法代謝好的 那肌炎是一小塊一個小眼睛 那個是很重在這一塊眼睛上面 那會不會也是跟循環比較不好有關 因為感覺就是四肢 像我有看過我一個比較胖的同事 它是腳跟就是很多均裂的感覺 你就會覺得說 好像是不是循環不好 所以導致那邊也比較容易 循環不好加上 常常去壓它 穿著鞋子太硬了也是不好 然後你穿著鞋子不夠軟 對 當你感覺到說已經在乾了 已經在脫皮或者是說 有什麼一絲一絲的這樣 可以濕得下來的時候 那就代表著說 你已經開始要回胖 你的代謝已經不好了 所以這個時候就要小心了 飲食上就要正常一點 然後運動 那如果真的長肌炎 像一般市售有那種什麼貼布嘛 對不對 對啊 那種有效嗎 那種可以嗎 那個可以 因為它裡面是一種 就是把你的皮膚呢 就是讓那個酸性的東西 把你去掉就對了 可是太大了 那有沒有要注意什麼 在病床裡面曾經看過 他們自己貼 然後因為它太大 貼貼貼貼 對 所以這個部分還是要小心 沒有 它就是利用你的那個皮膚 會那個潰爛的原理 所以也是要小心沒有錯 可是最好還是找那個 皮膚科醫師 或者是醫美的醫師 幫你處理 用變平維生 它其實燙一下 就很快就好了 肌炎嗎 肌炎 對 所以現在已經不是說 一定要用冷凍的人 像冷凍的部分都已經很 都已經比較 那它可以根治嗎 不是 要看你的生活習慣 要改變 對 要改變 要不然的話 你還是一樣 對 還是會再長 買鞋要注意什麼呢 買鞋就是 你不要太緊 也不要太鬆 你是不是後面要放一根手指頭 進去以後 看 最好還是 晚上的時候去買 為什麼 比較 你不會就是說 你白天去買的時候 腳最大的時候 對 腳腫的最大的時候去買 要不然的話 你這樣子會不準 白天買可能鞋子買比較小 到晚上你就會覺得很緊 腫就很緊的不好 到時候又把那個肌炎給磨出來 又弄出來 很討厭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重點 不過如果說身體 這個肥胖起來 其實肥胖它會導致有一些毒素 是在身體裡面 對 胖的對不對 有沒有什麼樣的食材 食補 可以讓這些毒素降低 或是排除的 好強喔 它你一定要長成那個醬喔 對 對 大家是今天會不會喝 你不是要減肥嗎 我放棄了啦 這個好香喔 廣告後 邱翔老師要來上菜囉